于观影中穿行品人生之百味 你好我是青岚 您的私人电影导游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 关于亲手将孩子置于死地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65年的美国 本来一家四口和乐融融 但因为父母经常要出差 加上父亲被色又洗脑 便把姐妹俩寄托在了贵阿姨家 贵阿姨有六个孩子 其中五个是跟前夫生的 最小的是跟隔壁小王生的 她一边要照顾这些孩子 一边还要倒贴小王 日子过得相当惨淡 一开始姐妹俩跟孩子们相处的还算不错 可随着姐妹俩的寄行费没有准时送达 没钱贴小王的贵阿姨就暴怒了 她马上把姐妹俩带到了昏暗的地下室 拿皮鞭抽打他们 但实际上支票只是因为在路上耽搁了一天罢了 之后贵阿姨家的大姐跟渣男乱搞怀了孕 难过无助的时候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女主 并要求她帮自己保密 当女主看到渣男对大姐大打出手的时候 情急之下不小心说出了这个秘密 渣男停手后离开了 但女主却为此被大姐记恨上了 回到家的大姐对于乖阿姨说 女主顾了她并在全校散播流言 乖阿姨又对她进行了一通报答 女主靠卖妃品一点点的攒钱 只是为了给父母打个电话报声平安 因为怕父母担心所以隐瞒了在这里的遭遇 却被其他孩子看见并告密 乖阿姨觉得他们是在和父母高壮 于是用烟头烫以示惩罚 在后来的野餐中 因为小王搭讪了女主 乖阿姨粗意大发 回到家命令女主用玻璃瓶塞进不让形容的地方 邻居尽管听到剧烈的惨叫 但本日多一事不少一事的原则 选择无事 之后乖阿姨把女主囚禁在地下室 怂恿她的孩子们 用各种方法去折磨这个无辜的女孩 他们甚至还把同学带到地下室中 一起折磨女主 更过分的是 有一个明明是喜欢女主的男孩 在乖阿姨的引导后 竟用烧红的铁丝在她的腹部刻上了羞辱的话 隔天 良心发现了大姐将女主放跑 女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母 母亲见到受伤的女儿后悲痛万分 他们回到这里想把妹妹也救出去 然而女主回来却只看见了自己躺在地上的尸体 原来她始终没有逃离这个黑暗的地方 所谓的被拯救 只不过是临死前的幻想罢了 故事的最后 乖阿姨在法庭上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 并把责任都推给孩子们 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而孩子们则异口同声地承认了对女主的伤害 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都不觉得当时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下 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犯罪 而真实的事件远远比这残酷的多 主犯乖阿姨罪赶万死却只判了20年 其他孩子也不过是一次一周至一个月的少官所旅行罢了 这个事件里每一个人都是导致女主死亡的凶手 包括她迟钝的父母和懦弱的妹妹 这并不是一个害人听门的故事 它就发生在你我周围 父母被洗脑将孩子送进蘑菇 高墙内是钢尺抽打在孩子身上发出的声响 他们连放声哀嚎都不敢 因为那会遭致更严重的殴打 虎毒尚且不识子 难道你是恨他到极致 又不想亲手杀他吗 我知道大环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有多严重 但我还是希望 遇到那些不公的残忍对待 请不要沉默忍耐或者伤害自己 请敢于面对他们做出抗争 请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 请做一个善良勇敢的人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是青岚 求一波关注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